作为世界上最大赌场所在地的澳门 由于中国政策的收紧和反腐败措施 遭遇了创纪录的高亏损 赌场10月份总收入已经连续5个月下跌 缩减23% 跌到280亿澳元 相当于35亿美元 为期两年的中国反腐败计划 已经使得许多赌客惶惶不安 而且10月份赌场室内禁烟措施 更加使得业主饱受困扰 因连信用卡支付出现了阻碍 这增加了成本支出 因为有些中国的赌客 正是以其某些漏洞来绕过货币管制 澳门赌博业监督委员会指出 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 赌场利润下跌了44% 澳门永利有限公司CEO斯蒂夫 对利润下滑如是评论道 10月份盈利下跌了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偶然 还是我们已经进入下跌的阶段 但目前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我们并未对澳门丧失信心 澳门作为度假胜利 有湖泊 有游船 过去两年里 赌博旅游对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 起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澳门赌场盈利水平 甚至超过拉斯维加斯7倍 拉斯维加斯金沙中国 有限公司CEO谢尔登·阿德尔森认为 赌场的问题是周期性的 他表示 这只是时间问题 就像是周期的更替 各位观众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播报 敬请收看 再见